我只是具备了一个成年男子正常的力量 如果不是无类这句话 底力热巴可能会一直活在隐影下 身高1米7体重47公斤 已经是瘦成主干的程度 可就在参加跑男时 北京阎门洛涵竟然说他好重啊 邓超带他上这号更是大言不惨的说出 胖敌是真的胖 在发布会上还特意强调底力热巴太重 兄弟团的陈赫也很喜欢无聊的体重梗 热巴只是轻轻打了他一下 就被描述成了不是女生嫁不出去 在全国观众面前如此吐槽女艺人的体重 不知道警卫是不是该好好补一补了 无独有偶在拍摄三生三世时 高伟光有一场公主抱热巴的戏 谁知刚好开始拍摄 他就将热巴放了下来 之后在拍摄过程中更是屡屡坚持不住 之后工作人员和热巴还亲自为他锤被捏肩 更过分的是 两位男演员动作不协调 导致各种失误 高伟光坚把这件事情也关在热巴头上 还在镜头前偷偷吐槽 就连人高马大的黄景于拍戏时 也要反复强调你抱不动 反观刚刚成年不久的无垒 在拍摄时不仅能稳稳将热巴抱起 还能在铺满石子的路上 剑步如飞 最后要稳稳的放下 男友力满满 即使是拍摄热巴从屋顶叼下来的场面 无垒也能轻松自入 甚至为此提前健身 就为了能够稳稳接住热巴 就连热巴自己都惊呼 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个22岁的男生 接住我 各种抱着转圈 跑动的镜头 无垒都轻松完成 之后的采访中 热巴更是红了眼眶 表示无垒是第一个 说到情的男演员 热巴的行李阴影 也被无垒驱散 外有大呼 做无垒的女朋友 肯定很幸福 而无垒不仅是内于一股情流 更是位客进职守的 难得守门员 仅有无精被女嘉宾玩手 怒猛而射 前有无垒被扯一领 邪魅一笑 难得对无垒到底有多重要 采将活动时 因为要露出品牌风的项链 工作人员上前将其一领扯开 被无垒吐槽 你是故意的 采访中无垒吐槽杂志衣服 太暴露不守难得 更有甚至要无垒拍摄 穿欲望材质 无垒更是一整个震惊的大动作 吐槽归吐槽 高精神的无垒 还是为自己找不了一下 表示那也是时尚的一种呈现方式 然而作为难得班班长 无垒可谓是将手难得刻进了心里 中处吸在活动中大笑眉腿 无垒弟弟头都拧断了 就是不看 跟他同样安息羽毛的 还有一旁的范城镇 拍摄杂志时 以奥国的演言实实 实在不行 那又在里面多穿一件 你以为他要脱衣服了 其实里面还有一件 剧里需要脱衣服 那画面就只能存在剧里 他也喊开后 立马用假发遮住 这一连口是V0 里面一定要喷上T恤 那记者问他 想去校园去谈恋爱吗 无垒直接回队 校园去不能好好读书吗 被问他和关小彤的相处模式 无垒才不会中张 在这两人就是兄弟 面对被男粉的神情告白 无垒的反应是坚决打卖 如此高情上又磕手难得 怪不得会有这么多粉丝喜欢 就算无垒难以避免拍我戏 粉丝也会一笑而过 行为表示 我们无垒弟弟弟真是长大了 然而就是如此优秀的后生仔 当年已经反味之争 被鹅厂公开抵制 无垒先去刚红 鹅厂就翻出他的光定哪吒 这是诚心帮忙宣传作品 还是无垒的争发风波 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剑气热播的心寒灿烂 将无垒同赵欧斯的事业 推上一个新高潮 同时也翻出了他跟鹅厂那些爱恨纠葛 由于该剧偏向于大女主体材 宅斗风格 无垒的粉丝十分看重范围 不想自己的偶像在大女主剧中扮演男一 毕竟一招被蛇咬十年怕惊声 但该来的终究是来了 官方开始预热在鹅厂发布的海报中 赵卢斯在左 无垒在右 正常来说双人海报左边吻一番 可上面的吻子又是无垒在前 剧发制作的海报中 两人只有一张合照 且无垒在左 事情发展到这儿 粉丝还吵不起来 可这官方偏偏看热闹不嫌事大 偷偷将海报二次加工 变成无垒在左 赵卢斯在右 相好位置调换PS痕迹如此明显 两家粉丝顿时炸开了锅 疯狂互思 为何一个方位能引发这么大的互动 完全是因为这已经不是无垒第一次出丑了 2020年张公安预计7月份开拍 有网友爆料本剧双男主 景博然饰演蓝爵 无垒在戏中饰演张萍 制片人还点赞了这条微博 证明消息确实无 结果到了6月 主演还没敲定 一时间各界众说纷纭 趁无垒团队不满意片方 给的翻味 随后就有网友发现 豆瓣挑目里连人的翻味一直在变化 一会无垒在前 一会景博然在前 最后甚至将两人都杀了 事情不断发酵 俄厂终于受不住了 出来爆料称 无垒征翻 片方不愿妥协 并且双方还未签约正式合同 既然道不同 那便不相为谋 为恶知不良风气 俄厂称今后都不会再跟无垒合作 甚至还有人爆出俄厂CEO的朋友圈 也证实了今后不会再同 无垒合作的消息 明星征翻 激起观众不满 舆论一边倒向俄厂 俄厂也说到做到 当时独家网剧穿越火线正热播 本是双男主陆寒与无垒 当晚就把海豹换成了陆寒和宋飞言 甚至弹幕角色也没有了无垒的选项 原定于8月8日的直播活动也被取消 直播预告全部被删 后战功案更改命为君子萌 景不然一番 紧随着后来变成了宋威龙 无垒被俄厂车底踢出群聊 在电视剧场歌行宣传期间 作为主演的无垒也没有先生 官博更是连张照片都没有发 虽说甘续在影视圈掀起一股高潮 但无垒争方位的黑历史是抹不掉了 不仅想问方位真的如此重要吗 作为演员其实最重要的是演技 优秀的演员即使跑龙套 也能够发挥与热 如果为了争方位而闹得不可开交 反而违背了初心 23岁的年纪20年的心灵 三十弟弟总是说着 每个角色都是我的前世 然后用120%的努力 融入到角色里 现在抠图特效盛行的年代 他还是喜欢老派的擒字上阵 跳跃骑马吊舞一样 危险的动作 他也绝不作假 所以你能看到 我和我的父辈里就算扛着枪 战了堂 依然坚持到排完戏份 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的三十系疯子 也能看到为了呈现角色 把健身增重 变成日常肌肉的三十 使他让我们找回老派演员世上 那种熟悉的新年感 也是他让我们看到了 显一怒马烧年郎 他努力的让所有人忘记了 他才二十三岁 但是这种美部剧都存在的忘记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演员的诞生 而脱离戏份 无垒无依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可言可甜可撒可霸总 难怪有粉丝在网上评论说 光是看无垒座在那 我就脑补了十万字 马丽苏霸总总裁文 情商演技敬业 帅气温柔 众多美好的词汇 都不足以形容他 这孩子入坑不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音乐